大家好,我是神奇的灰白 今天说一个情况 就是我在这个西瓜视频 我只关注两个人 一个是徐徐东 一个是那个 虾BB 虾哥 他们两个说的观念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对这个社会有促进 促进男女双方和谐发展的 一个好的 好的UP主的发的这个言论和观点 我是非常的赞同的 所以说我关注他们两个 也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他们两个只要一发视频 我会第一时间去看 看了之后我会 呃 我会我会点赞 我会我会留言评论 评论支持一下他们 因为 呃 我觉得现在当今的这个网络 缺乏的是正能量 太少了 虽然是有 但是太少了 这个力量太薄弱了 总是会被很多 阴谋弄呀 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 去去打压 打击 所以我是非常的支持他们 非常愿意 呃 支持他们 然后这个虾哥呢 今天发了个视频 呃 他说 呃 说了一个一个事件 我我我不 不详细露出他这个事件的这个情况了 啊就是说我大大大但是我大大概说一下这个什么情况啊就是一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然后这个男人之前空前自己买了三套这个房子 就是说 就是说 住一套 剩下两套就是那啥 出租 然后这个这个男人认为自己不用上班就是说靠房租也能好好生活啊这个逻辑没有错只要能好好生活他为什么要上班呢对不对 是没错的 然后这个女人他自己好像有份工作在上班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男人不工作每天在游手好闲就有点嫌弃他 呃 然后呢 呃 他结婚的时候 然后这个嗯 这个女呃 男男方让这个女也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女方要求这个男方就是写写呃在这个房房产上写也写着这个女方的名字 现在呢这个女方 呃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要跟这个男方要要离婚离婚的要百分之六十的这个房产就是说这个他们整个三套房要百分之六十 然后呢 呃 法院判写这个女方百分之二十然后这个女方还还还不服气 然后我看好多这个评论就说 呃那个原原原事件那个评论好多那个女性评论就说男人应该大多的 呃什么毕竟一起纷纷欲生活了就是不容易应该让着女性 哎呀真的是我我听到这个话我就很生气啊 这明明是两个概念两回事嘛 提离婚的是你女方 要是男方大男方让着你又是女方 写房产名字的又是女方 啊你们真是 就是哎呀这个女女人这种啊这种这种这种观念是真的可怕空手套吧白狼这个观念 又可恶又可怕 你最后你就好好听听人家那个孩子说的啊人家人家都觉得我觉得我爸爸脾气很好性格很好 经常带我去去游乐园玩问我学什么东西问我愿不愿意学全全部征求我的意见 我非常喜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性格性格非常暴躁也也经常不在家就是就是对对他也好像就是那种非常的那种不好的那种状态 孩子的话是最最统正的最最真实的没有说偏不偏他哪一方因为他就是那么觉得那么感受到的所以他就那么说 够直观了吧够直观了吧 我也是觉得这个呃这个事情判的啊给判给这个女方二十五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财产房产 这也是法律够好啊这个法律真的是对你对这个女性够人之意境了要是我是法官的话 真是的我零给他判零直接净身出户那种本来他本来他就是净身进来的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拿 白白白白着身进来的啊你要走了你还想剥点东西呢你肯定是净身走嘛你要走的嘛人家哪怕也没说要跟你离婚呀是你提出来的啊对不对那你是说明个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别有用心了你是不是就是那种图谋不轨的 啊接近这个男方人看这个男方脾气性格好啊你你就每天每天对你好对你好我跟你说我跟你分析我这个观念啊 男方性格好脾气好女方性格暴躁嚣张跋扈然后呢呃男方在和这个女方平时的相处过程都没回回都是让这女方让这女方让这女方日日子一久了啊女方就觉得这个让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啊非常平时慢慢慢慢的觉得这个这个男的就没意没意思 就开始不宗主他了明白吗所以说男人和女人相处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性格软弱 在生活中必须要有主导权就所以说呃就是说白了就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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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当中这个男女关系当中 男人必须要站在这个主导地位你不能说在一个生活当中你听女人的你就不能这样明白吧男人你要明白这个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就是呃 呃女人看不起你 女人觉得你不行 你老听他的他觉得你没有想法有个有个什么事情哎我老婆听听我老婆的吧哎我不太考虑你你是这你你不能男人不能在这个思想上逃避这个责任就是说解决问题比如说呃有什么问题来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男人就是确实做的有点不合格啊 有什么你你其实你你要你怎么说这个呢你三套房子你出租两套然后你不想工作这个逻辑是没有错的啊也挣钱可能也挣的比你上班的这个钱要多啊房租可能可能很贵但是这这个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我我身为一个男人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女人的话他不会理解这个现象他只会看到你每天哎 哎你就在那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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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疼了他就会这样觉得但其实你你创造的这种呃这个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价值更多 你你属于一个高级属性一个低级属性的人看你一个高级属性他看不懂明白吗他看不懂他只会看到表面的你每天不不干活你每天闲闲着淡疼 他每天干活他一生一一生那种脾气一生气每天让领导骂回来了就拿你杀气你的性格又好你就哎行了你杀气我就忍着吧久而久之他就会嫌弃你啊对不对他肯定会嫌弃你啊看你不顺眼这这就是这个女人的思维这就是女人的思维 女人这种动物啊他就是他这个他这个属性就是要依附就是这种呃在男人面前他是一种一种小鸟他就就要就要依靠男人这种状态就说呃在男两两性男女关系当中这个婚姻当中他必须他是一种就是服从的状态你明白吗他是这种属性 一旦他他他不是服从服从你了他就会践踏你他就就会打压你明白吗所以男人必须要征服女人必须要征服女人 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要有男人男人男人气感男子气感你明白吗就是说 一个男人你你大事上小事上一谈一到这个比如说他瞎闹胡小蛮他瞎闹的话一拍桌子就直接就把他震住了就必须的把他把他置得扶扶贴贴往那一往那一做就不敢了就是说一看啊我男人真有魅力真有男男子气感就让他有这种想法必须的把他震住了男人必须要做到自己的你如果是让一个女人震住的话啊 GAME OVER你的这个婚姻就完了 他你他把你他他把你震住之后啊他就会觉得这个家不行这不是个家 我应该追求更高高高层次的男人对不对 你想想是不是男人所以说做什么事底有点手腕了有点手腕这很重要 那么这个这个事情大家好好想想反思反思自己在这个身红运生活闹入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说你要震这个女人 震不住了人家不听你的那说明你们两个就走不下去吗 当然了我的这个新观念啊我的新时代的新观念我我不是太太建议就是说倡导这种这种这种逻辑关系的 我唱的是两个人平等付出但是这种你基于你这种情况就很难鉴定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情况当中这个女性他只会看看你的表现 为什么有些女性就会容易被这个男性骗的就是说有被一些渣男骗的因为这个渣男他表表面上做得很好呀 对不对很就会制造浪漫又会显得他他是个好的人设哎有这工作有那个公司的他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表面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好多女性就会被折服就会被骗了这就是一个道理你表面功夫做得不好但是你实际是带来效益他提议不到这个实际的效益他只会 看表面女性只会看表面大多数女性啊就是这种这就有这种属性你知道吗你你你多多观察多洞察的话你就会慢慢明白这种这种情况 你我也是非常同学这个男人很难做他其实其实他收房租他在家里工作呃就是说坐着不上班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逻辑上的问题但是女性不这么觉得你知道吗 大多数女性当然有少部分女性他也能懂得这个这个这一层啊他也是属于高级动物他也能懂得这一层他就不会说啥了 对不对就是就是很很的啥总而言之是这种关系啊就是你们两个不合适就说的说说不好听点你们两个不合适 这个女性这种性格你驾驭不了他也不喜欢你这种性格的男人他他嚣张麻糊他适合找一个更嚣张麻糊的男的治他 你你你性格好你适合找一个比你性格更好的女女性能互相体贴就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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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所以嘛大家好好呃在自己经营自己的婚姻呃这个恋爱呃这种这种关系当中好好地去洞察一下对方 也也多些沟通啊你就问问对方你希望你就直接就掀握他你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哎 他就说呀他真的会我会幻想啊这个最最最最佳的这个状态这个男男性是什么样 他就说哎男子亲爱可能会说啊也可能就就哎我讨厌这种就是大男子主义什么也有可能是讨厌的也有可能就喜欢这种的 但是不管讨厌还是喜欢肯定不会家暴的但是这种属性啊可能有有呃细微的差距但是大多数女性都会就是说有找一个这种依靠 就是说什么样的依靠不是我我我我觉得依靠不是说那种金钱上的依靠 那个太俗就是说在大大小小的事情来来临当中你能一个男人你能独当一面啊女人在你后面就是抱着你就是那种 就这个这个这个人就是非常可靠的这么一个状态我我我我想的我理解的是这么个状态不知道大大多数女性是不是觉得我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是不是你们呃想象当中的那个男性应该要应该有的那个那个样子 我就是这这些观念我也很希望就是看我视频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想获得这种好的这种婚姻咱们我说的可能不好啊可能也不对 理解上可能也有误差咱们可以就是说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咱们先进步了咱们就是沟通的好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思维上都上去了啊对男女这个认识呃这个观念的就是这种东西都都非常的就是咱们深入的沟通你知道吗 咱们不去说对方的这那咱们深入的沟通你需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我我下一个视频我就会会会倡导这种这种观念我认为我认为是好的对的我就会倡导 然后有很多人一看了这个观念之后也慢慢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就是不足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都会变好啊 这这不就是促进两性关系的好吗核心吗我有时候我是虽然是认同很多很多网上的这个观念啊 但是我并不是说要要挑拨两拨女男女这种这种关系我不是说让他们我不是说想看到他们两个两两种关系是越来越不好 我是反而是想让这种男女就是互相合作互相就是理解能够关系越来越好我是想这样 我我是很喜欢看到哎人家过得很好我也过得很好就是男女哎我我我和我比如说我有老婆了我和我老婆过得很好 我也希望别人就是有老婆能跟老婆过得很好对不对 哎这个女方一说哎我有个好老公啊她很理解我很怎么样那理解不是说她一下就理解她也需要明白明白你了解你知道你是想要什么你是怎么想的对不对 包括咱们南方也是这样的你要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才能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啊呃我也希望大家好好想想 那么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关注拜拜